杨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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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啊 那个 那个 Mememdokokokshanna 她就啊 跟这个健行王子 现在时机快到了 他就求那个宝瓶 宝瓶就掉出一颗 我们叫那个加持绳 这个 你跟父亲讲的时候 把他绑在后面的头发 这个绑在后面头发有什么用处呢 就你的父亲 他会睡不着 睡不着之后 那时候他能真正看到正面目 跟他父亲 就在谈话过程当中 就走到后面 把那个绳子 绑在父亲的头发绑着 绑着之后 父亲不知道 他说回去我就把 皇后的要求做到 好 那天晚上 国王睡觉 怎么睡都睡不着 东翻西翻睡不着 但是为了要睡早 他就静静的躺着 但是躺着一直睡不着 到了半夜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声音 那皇后 突然站起来 什么事情 那么皇后站起来之后 他知道 但是他稍微在观察 这皇后在干嘛 本来很漂亮庄严的皇后 哇 只有那头发都竖起来 哇 那个獠牙 哇 三颗眼睛 他那个嘴巴 反正那血盆大口的 那血盆大口里面 却可以吐出一只 很像那个蚊子 蚊子那个吸管 吸管 那吸管中空的 就插到这个 国王的心间这里 国王那时候 他瞄到很恐怖 他在装睡 因为他如果这时候醒过来 皇后知道之后 是不是直接杀了灭口 他闯嘴 之后那个吸管就 一直吸吸吸 吸光的精气 吸吸吸 哇 国王就 整个人就很虚泪 很爱 不过他还是没睡着 他看到这一幕之后 哇 他吓呆了 之后呢 但是他又不敢讲 之后皇后吸完之后呢 又变得很漂亮的皇后 又睡到旁边 他这时候 他终于醒悟到了 他果然是个魔女 醒悟到 睡到更早上起床的时候 那么国王带着皇后啊 那么这时候呢 监信王子啊 他们说 到这个浑山 浑山 浑山呢 他们偷有祈求那个宝瓶 浑山那果然 土地变得像蛋壳一样宝 但是外相 外相看不出来 来到这里的时候 皇后说 有吗 有变吗 当然没有变啊 没变才是符合你的要求啊 之后呢 就稍微把那个 那个土地啊 土地稍微拨一小洞 小洞 里面都是水 哇 果然你看那个土地 昨天变薄薄的 里面都是水 你看都是水啊 这符合你的要求啊 这符合你的要求啊 不符合你的要求 好 那么之后呢 这个监信王子说 说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献出你的原型来吧 这样子 那时候国王已经知道 他是魔女了 国王那时候就没有主子 就监信王子必问他 他说 哇 我是天女啊 我是天女啊 对啊 我是天女下凡的啊 来利益友情的啊 天女 好 那么杜姆啊 因为 妹妹都不想办法 是杜姆嘛 她就召集了 天上的天女下来 来 你们来认 她是谁 哇 那些天女下来说 我没有人认识她 她根本不是天女啊 说没有人认识她 她不是 这下 她说 不是不是 我不是天女 其实我是龙女 这样子 我是龙女 这个龙主就要把 这白龙王管的 要把黑龙王管的啊 就他们龙主来认 她都不是 我们没有人认识她 没有人认识她 好 那之后呢 她也不是龙女 监信王子在逼问她说 你看 你不是天女 也不是龙女 你不是人 你就是魔女 赶快献出你的原型来吧 哇 大家围着她 她非常紧张害怕 说你不要杀我 你不要杀我 你不杀我 才变出原型啊 监信王子说 可以啊 我不杀你 我不杀你 好 她马上啊 就变成了大山珠 那个红黄 红黄毛的大山珠 旁边那个大城看到 哇 很恐怖 就是之前呢 哇 那个魂树的大山珠 原来就是她 这是你的原型吗 就变成 昨天晚上 国王看到的那个景象 那个魔女的景象 她说 哇 你们不要杀我啊 我不是故意的啊 那是那个 这个集体是在天王啊 她派我来的 我没办法 等等的 在那边 求饶 求饶 那么 建议王子说 对啊 我答应我不杀你 这样子 但是呢 旁边呢 杜姆尔不会杀她 但是呢 这个黑龙女 我可没答应你啊 我可没答应你 那么 黑龙女 她有个哥哥 那哥哥啊 身体是舌的身体啊 头是大象的头啊 那么从一个 她头上来一根脚啊 她就从 刚刚那个浑山里面的 那个 里面都是水啊 好 她说啊 哥哥哥哥 我们现在需要你啊 哦 她 黑龙女的哥哥啊 哇 从里面啊 就出来 出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你呢 调伏这个魔女 好 那么 这个黑龙女很厉害啊 他就 那个黑龙女的哥哥 哇 从那个顶上 尖尖的那个脚啊 就 就把那个魔女啊 就 插到身体 就把她卷入啊 那个浑山 里面 那个水里面 那魔女呢 就被 调伏了 她就被调伏 那么魔女调伏之后呢 这时候呢 这个 大王啊 他已经 对自己以前这样做啊 这么 非常后悔 那也对于 坚信王子 还有这个 这个 妹妹都故乡啊 还有黑龙女 白龙女 这么 觉得他们能够团聚啊 很好 那么 很认真的啊 以法治国 将又啊 治理了这个 巴格拉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那么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人民呢 也非常的安康 大家知道说 哎呀 这个 十善啊 能够归一三宝 才是真正的福报 所以呢 很好 那 二十几年过去之后呢 这个 巴格拉 国王呢 就投身了 到 极乐世界去了 就是 那么就有 这个 坚信王子呢 继承 网位 那么 这三位啊 也都为他 各生下了一个 孩子 那么 坚信王子呢 哇 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啊 在 以法治国 所以人民呢 不但呢 从下世的这个 十三页 可以往上 申请这个 处理心 铺理心 空振件 很多人的修行呢 都有成就 他 他活了一百二十七岁 那时候人民呢 比他长寿了 那 当这个 巴格拉大王 回到 极乐世界的时候呢 那么 之后呢 这个 阿弥陀佛 无量光佛 又再派他回来 巴格拉大王呢 之后投身 变成 坚信王子的 儿子啦 就是他孙子的意思啦 好 那时候呢 坚信王子 主持王政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统治四个国家 一个是巴格拉 因为 美美多国现在是罗叉国嘛 所以他统治了这个罗叉国 那黑龙女 白龙女 各统治的这个 这个黑龙王国跟白龙王国这样子 所以他是 当时他是整个四个国家 就是他统治的啦 后来他也 这个终生的姻缘到了 他就 就是又回到了 这个 他的上师啊 阿弥陀佛那个地方 那 巴格拉大王 又再回来 那他在又统治一阵子之后呢 坚信王子呢 又派回来 就是这样子 就是呢 巴格拉大王变成 孙子 那么坚信王子 也变成坚信王子的孙子 这样轮流几代 几代 当然到了这个 巴格拉大王再来的时候啊 那时候统治一个国家啦 这个国家 那么就这样轮流 那么其实呢 这个 巴格拉大王呢 就是 散会议师 就是 就是 桑波 桑波 这个建信王子呢 就是 观星菩萨 就是 总敦巴尊者 那么当初呢 去度化他的这个比丘啊 就是阿弥陀佛 也就是 阿迪萨尊者 所以呢 他们在那一世呢 他们的角色 就是 散会议师 就是国王 那么 建信王子就是 总敦巴 米丘呢 就是 阿迪尊者 就是呢 透游 化身 来度化 当时的这个 人民 那么也将呢 治理人民 让人民呢 过着 在 幸福快乐基础之上呢 又能够修学正法 就是他们过去呢 其中一个的 本身故事 就是 建信王子 那么 后来啊 这个 巴格拉大王就 就是 变成 散会议师 他当时治理 饶育了人民呢 后来 也就 来到了这个西藏 成为他的这些土地们 治理 那一样 这个建信王子呢 他就 度化了这么多人 后来也变成 他的很多弟子 当这个 总的霸尊者呢 他受邀 到 热震 这个地方啊 我们热震或热震 去 盖个寺庙的时候 那是热震 也是一个 因为西藏嘛 很贫瘠的地方 可是呢 这两个 龙王都来护持 因为当初他们呢 就 发愿说 我要生生世世 护持你弘扬教法 这样子 所以 当他化很多声啊 那 在总的霸那一世的时候呢 他们呢 就是 来这边护持 所以呢 这羊皮啊 抖一抖之后呢 哇 那边就很多水源啊 那个袋子啊 撒一撒 那个里面 种子撒一撒 那边长很多树 所以呢 在热震那附近呢 长了很多 西藏没有的地方 没有的这些树啊 花啊等等的 就是这个黑龙王 跟这个白龙王的护持 那么当时 就是在那个 斯里兰卡 边界守的门远 就变成护法神 护法神 一持呢 护持的 加当派 那么后来 在宗大师那个年代 也护持了这个宗大师 甘丹的这个 的教法 那么后来 他也 当护法以外 也认真地修行 根据四四斑禅的 那个 说法啊 他说 这个呢 守门的罗刹 后来也成佛了 那这个也是 大家故事到这边呢 搞一个段落